新田安坑国小和豪芒雕科家陈凤显共同携手合作 利用星期三的下午开办专雕课程 希望能够将参与的学生培训为种子老师 让这项传统记忆在校园从小扎根深根茁壮 在开训典礼上 新田区区长林黄元也到场共襄盛举 和同学们一起体验专雕制作 豪芒雕科家陈凤显为了不让传统专雕记忆失传 耗费相当多时间与精力 在学校与社区推广这项艺术 最近他更与新田区安坑国小合作 利用星期三的下午开办专雕课程 希望专雕可以在学校从小扎根 10月7号下午的开训典礼上 新田区区长林黄元也来到现场共襄盛举 并且亲自体验专雕乐趣 这次非常高兴我们陈老师也是我们安康在地的一个子弟 所以他有这个心要来教导 把他的一个艺术的天分 包括他的一个专才 要来教导我们安康地区的这些同学小朋友 所以透过跟安康国小这样一个合作方式 我们也感谢校长对该项教学活动非常的支持 第一堂课程 陈凤贤首先让同学们尝试雕刻自己的名字 采用洋科方式 利用工具将不需要的胚土先挖除 看到自己的名字渐渐成型 大家都很有成就感 安康国小校长方清零表示 陈凤贤是安康地区的在地艺术家 期盼就由这次的新手合作 能够让专雕艺术成为安康国小的特色课程之一 利用我们桌山的时间 让想学这样记忆的学生 这样专场的学生 可以透过礼拜三的下午老师来亲自授课 然后可以把这样的艺术传承下去 这我们希望发展也成为我们学校的特色课程之一 因为我觉得专雕很好玩 为什么觉得专雕好玩 因为它可以刻出自己想要的东西 我觉得专雕很好玩 可以学习别人不会的东西 这次的专雕课程初步规划了八堂课 共有20位学生参加 陈凤贤除了没有收取任何奖师费用 更顶利相助免费提供材料 他希望所有参与同学都可以成为中子老师 让专雕在安坑国小甚至是全新店遍地开花 身为新店的一份子 我想尽一点绵薄自立 跟校长所谓的一个交谈 校长非常非常地支持艺术家在地方深耕 他知道我有专雕的专长长相 他就说鼓励来这里开一个专雕新船课 开专雕新船课我就想说 第一步我就完全所谓的我自费的方式 来开这一堂课 结合学校艺术家与在地文化 传统的专雕艺术再度受到重视 并且将深恨茁壮 相信不久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这些小小主人王身上 见到丰硕的成果 记者生平张门奇新店采报报导 知道吗 知道吗